其实心灵它有一个独特的 它有一个解决方法 我说 刚才艾文徐莱丁 他有一本《无理研究》的书里面这样说的 他说 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起点 但是意识与它不同的 因为意识是独立存在的 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无理和因缘而造就 而构成的 所以这句话 我们可能很多学者要值得思考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体系有不同的 按照佛教相关的居士论等等 有些论典也会讲 每个阶段的生命都不相同的 但是这个意识 它是一种非常长远的体系 那这个体系 我们可能会知道的 有些人为什么那么笨 有些人为什么那么聪明 有些人为什么从小就喜欢音乐 有时候根本不喜欢这样的 同样是一家人的孩子 但他们都有不同的爱好 也许可能你们认为是记忆 父母的各种因缘 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 这个理论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不一定很可靠的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个非常公正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这就是一个科学者的观察方法 当我讲到那个学者 阿弥陀佛 他也有另一篇文章 从另一篇文章 中文章 他写了在1931年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可能是生命的结果 但知识并不是 因为知识并是完全根据的 而是人物 而是人物 而创造人物 而是人物 而是人物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爱好人 在这世界上的世界 但自识并不是同样的 是因为自识并不是同样的 而是人物 所以我们正在改变我们的爱好人 但自识并不是同样的 人物 而是因为我们有些人 有些人很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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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很聪明 如果你看到孩子在一家居住,甚至有些人可能有很不同的性格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就是因为有些人的原因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假设,你不能继续在那种程度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些人很聪明 而我今天没有特意的想建立一个佛教的一些观点 或者说特意拨持一些其他的宗派的观点 因为佛教的真正的一些,它的思想,它是一种无私的 它是包容的,它是一种非常开放的一个思想 它如果一个很自私的弘扬或者所宣扬 自己根本没有功德的这一部分,用夸大气质来瞻扬一番的话 这不是佛教的究竟思想 所以今天,我没有尝试一个佛教的观点 我没有尝试一个佛教的观点 我没有尝试其他观点 因为佛教的观点 因为佛教的观点 是很自然的 也很自然的 所以如果我尝试 这些佛教的观点 佛教的观点 还有佛教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观点 就是他希望有很多人 如果他有真正的一些道理的话 就可以给他进行批评 如果在真理面前 没办法说服的时候 他会以利福人 所以佛教完全可以接受 任何一个人如果在某种意思 某种道理不符合真理 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话 你可以完全可以推翻 那么这一点也许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 现在很多思想比较活跃的 这些人来讲是感兴趣 当然你要批评的时候 你要有依据 你光是自己心里的一种忽思乱想 或者忽言乱语 这不叫真实的批评 所以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要讲 佛教的佛教具 它有非常 unique feature 佛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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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do not have a true reasonable reason then we can refute your idea or your views this is why young people nowadays young people and people like to think a lot active thinking way they really like Buddhism 尤其年轻人可能会接受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的胡言乱语 胡思乱选是不接受 OK but if you do not have any reason you just want to criticize Buddhism in a way that you think oh I just want to say you are wrong or without any reason then that is not acceptable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 全球化非常合作精密的 就是这么一个特殊时代 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 可能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 以前自己的一些固执的观念 要尽量地把它开放 尽量勇敢地面对和学习 对方以前不熟悉的一些文化和知识 我觉得知识在当今这个时代也很重要 and I think now it's a globalized age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spect each other and also step from each other don't be stubborn and we should really go to study the knowledge that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and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ing for us to do 其实现在的生命的起源和我们人类的 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些状况 实际上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讲 他可以关心 但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是应该我们如何远离痛苦 获得快乐 这是很关键的 以前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监狱经 这里面有个年轻人问 宇宙的开断是什么 结尾是什么 有十四个问题 佛陀虽然有其他地方是有回答的 但是当时给他用一个种剑的人的比喻来说 比如说一个人身上种了剑 这个时候你可能先尽快把剑罢了 就是马上对他治疗 而没有必要去分析他的剑的来源 他的质量等等 所以从这个经典讲 我们现在很多作为一个人的话 关于利苦斗落方面 我们人类当前的一些最主要的痛苦当中 怎么样获得解脱 怎么样解决心灵问题 将来获得一个最究竟的快乐 这是可能我们最关要的事 所以关于利用的问题 和人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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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我认为是学生的时间 要做这种研究 但是我认为 很多人来讲解更多的量 要禁止我们的量 我们想要缺乏命 和生命 找人之情 所以我们想要求更多 有点积极 在他们中间 是最重要的 人类的 它们提到 因为这些年轻人 问了不信心 具体的本事 解决。 然后他询问 14个问题 人类整理由 although the Buddha answered these kinds of questions in other sutras and other scriptures but at this point the Buddha told him a story or a metaphor instead he said there is a man who is wounded by a sword should this man just take out the sword from his body at that time or should he first ask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sword and what it is made of and he will find all the answers of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sword and then he can take out the sword so which way is better so he told this story to this young man so I think that young man understands what he called to the Buddha said so that's why I say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spend our time find the solution find the way for us to get rid of our suffering and find happiness and especially the ultimate happiness 佛教在《花言经》当中讲我们这个世界 有很多无数的世界 包括我们世界的起源是无数万年 说的这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思想 超出了一些境界 所以我在想有时候科学家也好 有些学者也好 他们较劲劳职 然后有各种的一些考古 推测 还有一些架势 但看起来也特别累 但是也没有得出一个特别特别可靠的一些结论 一直在正 但是最终的话 大家都可能很多都是一种架势的依据 也不断地推翻 又不断地有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可能在某些领域 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意识 也许超出了一个文化的词 并且在《阿满堂尔沙的文化》 与这些文化的文化 也许超出了一种文化的时间 和所有的文化的文化 or things like that I just feel what they are doing is very exhausting but even they exert themselves to do that we still do not have a convincing conclusion for their research and if you see that from the history you will find other ideas or views or opinions kind of refuted by following views so I think maybe it is true that our human knowledge is country limited we may not be able to find an answer to those questions